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灯泡不由痛哭流涕 飞机终于不是土豪的专属 小灯泡也是能坐得起飞机的人了 像飞上天和云彩肩并肩 不知道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科技明明已经这么发达了 自动化那么先进 为什么开关舱门这么累 而且有点危险的工作 每次都要空解手动完成 那到底是因为科学家太笨 研究不出来自动舱门 还是想故意为难空解呢 要说科技落后 肯定大家也是不会相信的 小小的电动门 又怎么能够打倒 送飞机上天的科研工程师们呢 所以说 看似一个简单的手动设计 其实存在着很多原理 大家都知道 但凡是机械制造的东西 都不是绝对完美的 它是有弊断的 它都会面临发生故障的问题 日常使用的这些机械 坏了就直接扔掉 再买新的 或者有空余时间会去修理修理 但是对于飞机 这种远离地面的庞然大物来说 危险指数太高了 而且修起来太贵了 万一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进行迫降 但是恰巧这时 舱门发现了机械故障可砸着 门都打不开了 咋逃生啊 直接负死得了 难不成还用锤子砸呀 你要能轻松砸门 科学家该怀疑人生了 宝贵的营救时间 就这样被浪费了 所以说 一定要保证 舱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打开 因此 必须将舱门设计成 手动开启关闭的模式 在逃生时可以轻松由空姐打开 但是这种设计也是有风险的 不过是相对于空姐来说的 坐过飞机的都知道 没坐过应该也知道 从地面到飞机上 需要走一节楼梯 也就是说 舱门离地面有好几米的距离 空姐在开关舱门的时候 可能会失足落下 别不信 这样的事故 都是有真实案例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乘客的安全呀 才需要专业敬业的空姐 将危险挡在身后 太伟大了呀 小灯炮 感动的都快哭了 言归正传 除了手动设计 是为了保护飞行安全以外 还有一种设计 称为冗鱼设计 相信大家都听不懂 说白点 就是未雨绸缪 为防止意外发生 本来一个装置就够用 非要做三个 诶 就是玩 防患于未然 这样做的好处 显而易见 坏了一个 诶 想不到吧 我还有备用的 再坏一个 诶 我依然有第三个 不过对于飞机 这种容不得 一点马虎的交通工具 冗余装置 一定要设计成 基数格 并且 他们一定要是 相互独立工作的 这样在装置之间 意见不一致时 可以采用 少数服从多数的策略 最大限度保证 乘客安全 这些聪明的设计 都是根据一次又一次 案例得出来的经验 经常看新闻的 应该知道 波音737 MAX的 两起事故 它的机型 明显违背了 上述两个设计原则 一 最关键的时候 居然不能手动控制 这不就是在等死吗 二 传感器之间 不能够很好的协调 导致传感器得出 飞机机头过高 需要压低的结论 飞机表示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明明在正常的飞行 突然告诉我说 我机头太高了 最后出了事 还得怪在我身上 冤枉呀 得知这么多 危险案例 你还敢坐飞机吗 我认为